今天的質詢一路聽下來 我覺得還是有很多的觀念 應該要再好好的講清楚 首先我想核能研究的人才 絕對不是只是教育部 或大學的某個科系的一個職責 我們在原子能委員會下 我們本來就是有核能研究所 所以人才培育 當然是我們的職責之一 是 我們責務方向 還有我們原能會的預算 就是只是原能會本身運作需要的預算 我們不包含台電這些部分 對不對 當然不包含 所以嘛 那另外呢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政府 是一個有責任的政府 它會以全民最大的福利 跟需求為前提 來訂定它的政策 那這個政策如果要做得好 應該要有一個高度 它要務實 要可行 所以我覺得在替代能源在發展出來之前 我們國家的能源跟電 怎麼去處理它 絕對絕對要務實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拋棄我們個人的立場 或者政黨的立場 真的去看待國家怎麼前進 怎麼進步 當然這有很多方面一定要做 今天我把這個問題 先拉到我們原子能委員會 因為有些問題是在台電跟經濟部那邊 我今天就不先談這裡了 那我想因為我們原能會我們的職責 你在報告第一點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主要是國內核電廠的安全監督 以及核子事故緊急應變的整變 還有放射性廢棄物的安全管理 以及環境輻射監測及輻射安全防護 這樣的一個職責 這個角色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用最專業的方式來要求 對 因為這是我們賦予你的職責 而且也是我們全民的期待 我覺得不管是什麼政黨都一樣 所以今天本習是認為 我們再從頭來講起來 為了讓國人更了解核能 核電 核安 我要先針對放射性廢棄物的安全管理來談 諸位 我們核廢料是分兩種 對不對 是 地方跟目前是用過燃料是屬於高放 是 好 我們低放射性的廢料 就算是我們沒有核電廠 我們也是有 是因為我們在醫療研究 農業 工業 學術單位裡面 都有這樣的一個廢棄物嘛 是的 好 這樣的一個使用過的 像衣物 紙類 手套等等 它有它一定的處理方式 對不對 是 沒錯 所以它會經過焚化 壓縮 固化之後 放到金屬的那個桶罐裡頭 是 埋在淺層的地層 對不對 目前 目前大概都還沒有埋啦 是 要 它的處理方式是這樣嘛 對 將來 對 將來 對 將來 對 處置的時候 是 那麼高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理 它的步驟 就是 以我們國內 我們是分三個嘛 一個是水池的冷卻 一個是乾式的儲存 到最後 最後的一個步驟是希望它有個最終的處置 是 是的 好 那麼像這樣的一個步驟 我覺得我們的國人跟我們原能會必須要在很清楚的 讓我們的國人清楚 非常了解 因為我覺得它本身是安全 但是怎麼去處理它 是要嚴謹 這兩件事情 是 核能是乾淨的 只是要看它運用在哪裡 它可以幫助我們改善生活 譬如在醫療上 研究上 對不對 如果我們今天我們的能源有替代方案 也許我們可以找到不一樣的方式 也要符合國家進步發展的成本概念等等 這個各種角色都要去想得很徹底啦 絕對不會是一個比較率性的一個想法 說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不要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封存 在安檢之後 把它這個依照政策跟決策 因為我們在國際記者會上面也宣布了嘛 對不對 好 這件事情 我們要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但是針對這個高放性廢棄物呢 我們來看看 世界各國都花了很長的時間 我想我們來看 芬蘭 它是從1978年就開始討論這件事 在2001年找到的它的儲置場 它花了多久啊 它花了23年在尋找這個儲置場 好 尋找到之後 它這個計畫是要在2020年開始去使用 所以從研議到開始去執行 它芬蘭要42年 那從瑞典的經驗呢 我們看到它1976年就開始喔 比那個芬蘭還早兩年 到2009它公佈了這個場子 它花了33年去尋找到場子 那預定在2023年要開始啟用 所以從開始尋找到正式要啟用 花了47年 那如果這先進國家都要花這麼久的時間 一定是有它很多程序上的考量 對不對 那我們的台電預計要在2028年決定處置場 然後在2055年要啟用 所以這個計畫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剛剛主委我也很認真聽 你說方向預計是非常清楚 就是這個執行的過程 是有各種可能性跟困難嘛 所以以台電現在這樣的一個計畫跟時程 你認為 原能會認為可不可行 我就是說以這個計畫的訂定 這樣的時間您覺得可不可行 感謝委員剛剛的這個分析 我想確實沒錯 其實我也一直在強調 技術是存在的 只是說我們因為必須要兼顧到安全 那國外的例子 剛剛委員講得也很清楚 都需要花四十幾年的時間 那我們國內其實啟動的也還算蠻早的 那真的要從哪個時候開始算 這個有時候可能要回去看啦 是不是就針對這個時程的計畫 如果要我們現在在尋找嘛 我們正在進行當中嘛 到2055年 我先針對這個計畫是不是OK的 那執行面是另外一個層次 因為執行面太多可能性嘛 我們國內分的階段比剛剛委員講的這個還稍微細 我們一共分五個階段 所以這樣一個計畫是合理的嗎 我覺得是合理的 我們經過原論會審查之後 然後只要在執行上有足夠的資源 然後這個有足夠的人力投入進去 好 這個時程是可以執行的 問題就在執行面上面 如何把安全性跟最終處置這些事情都要兼顧 那當然還包含這個經費 延續性的經費預算有沒有辦法編列足夠 好 我在這裡呼籲 如果我們大家都認為核安 尤其是核廢料的處理是最重要的 那麼我們朝野應該要一致 把這個經費預算不要杯葛 要讓它充分到位 這樣才有可能符合全民的期待 好 那另外呢 我們不能跟委員再補充一點 我們認為從原論會的角度來講 很重要的 就是 剛剛委員舉的這些例子 跟很多國外的例子 這些事情都是由一個專責機構來做 可是我們國內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去建議 你要建議我們的政府 人家如果做是好的經驗 我們缺乏的 您要提出 你要有力的提出 原論會從二十幾年前 就開始往這個方向去推 那最近經濟部已經接受這樣的建議 那已經規劃了一個 行政法人的專責機構 好 那我想這個主委 這個一定要 假設外國的經驗是可行的 是值得我們學習 一定要堅持的去推 另外我覺得我要針對 我們的防災演練這件事情 我想從1989年開始 我們都有這個核安的演練 事實上 這個從我們100年度的時候到現在去年 我們的核安的演練參與的這個比例非常的低 人數參與非常低 雖然在這個102年度有比較高高達11.98百分比 但是我說如果我們看到福島核災的這個事件 所帶來的我們的那個恐慌的話 為什麼我們人民參與演習的機率還是這麼偏低 那我這裡有一個經驗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原子能委員會必須要去安排像日本 我這一次9月份我有任務到日本 我看到他們的9月1號是全國性的防災演練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那個影片好不好 這個防災性演練呢 這個是他們假想是東京都 清晨發生7.3規模的地震 全國全日本從北的那個北海道一直到這個 我們的那個九州四國這些地方 全部同時間在動員在陸地上在天空上 在職場上在這個那個捷運上 所有的人民都按照這樣的一個全國性的防災 很認真很全面的在這個執行 尤其印象深刻的是 連醫護人員只要有拿到任何證照 不管是醫生或者是有救護證照的人員 他馬上會去演練 譬如說我們的東西放置在哪裡 那個傷的部位不同 那個受傷的那個來源不一樣 就是那個災害的源頭不一樣 處置方法不一樣等等 我看到非常認真 可是更感動我的是 之後他們馬上召開現場的這個檢討會議 譬如說傳遞物件 物質人員重複找不到人等等 馬上就召開緊急會議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演練是值得我們 在我們的業務裡頭去全面去做的 這個我認為這個要普分 這不會是說只是逃難圈範圍多大這麼一件事 更重要我們的災害有很多種 如果我們很擔心核能這個核電發生這個危機的時候 我覺得相對之下我們沒有這種全面性 來講這些單位也都有參與 但是我們全面性 主動站出來規劃 好不好 謝謝 是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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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